今天又到了青的新运草工作室手作教学 那今天这堂课是五分钟小时光教室第五堂课 五分钟小时光教室第五堂课 要跟哥哥分享的是这个 有没有很可爱 一只狗狗的小吊丝 那明眼人的人当然第一眼就知道青在做什么了 对因为大家都大家其实都很喜欢买布 那不同的布呢大家都其实都会在那个布花色上呢 很沉迷 美丽的布呢就是你加一的重点 你一直加一一直加一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有美丽的布 那这美丽的布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 那有时候啊买回来一块布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这里面那个图案好可爱哦 我就喜欢这只狗 我就喜欢这只狗 或者是说哎我就是喜欢这个扇子 OK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 你都可以融入你的作品 可是呢当你要制作你的作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 呃曲图有点问题 这么你的大东西 看到这一只这个图形的时候 你就觉得哎我的大东西是很大 可是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多 那你可能在运用上就会觉得啊好可惜哦 我最喜欢的那块布要 那个那只狗狗啊 那个图案啊一定要放在最美丽最漂亮的地方 那他总是会有一点在制作过程中会有点小遗憾的时候啊 你就会觉得啊如果我能够好好善用我最喜欢的那个图案的时候 那该多好 对其实就是有这个发想 那透过这个发想呢我就想出了一个小办法 你看 我就把这个狗狗的图案 狗狗的图案有没有 我就把它踩下来 做了一只很可爱的狗狗的 那因为这只狗狗呢 它它是立体的嘛 对它是立体的 有没有它是立体的所以呢 它就比实际上的狗狗好像小了一点 好像是那个brother有没有 这是哥哥这是弟弟那种感觉 所以呢 我只是觉得说 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呈现 不见得就是说一定要做成包啦 做成你身边所适用的一些小物品 不见得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这样子 然后你看可以挂包包 可以拿来当手机的一个吊饰 或者是说 你孩子喜欢这个小图案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子去运用 好 那今天那个五分钟小时光教室 就跟各位分享这一个 那个美步小吊饰的制作法 好 那我们今天要用到的材料就是 美步你所喜欢的那个图案 像我刚才就做了这只狗狗嘛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做了一只狗狗的 对不对 那我这次选这只哈士奇 这只哈士奇也很可爱 你看 嗯 完全就是一副很调皮捣蛋的样子 OK好 那我们来做它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其实也不见得就是 呃 一块大布 一块大的布下去剪下 如果说你有一些 你在制作过程中 然后制作完之后 省下来的那些10公分的小布块 就可以善用它来去制作 那当然优先选择的就是说 你的图案要稍微大一点 你看至少要5公分 大概就是要这样子的大小 为什么呢 因为你图案太小你不好制作 那你不好制作过程中 其实你制作起来你很辛苦 第二个呢 就是选择的时候 那个图案的边边角角 尽量少一点 不要太花俏 像这种花的部分 你只能用圆形去呈现它 不然你在缝的过程中会很辛苦 刚好这只狗狗 它本身呈现的那个大小 没有非常的 的边边角角太多 所以还能够制作 那另外一个就是背部 背后的那一块布 我选择那个粗胚布 那如果你有比较素色的布 也可以拿来运用 但是这个像这个图形就很麻烦 就是说它还是可以正反面 也就是说正面才一只 背面才一只 然后它就变成是一只双面拳 这一个作品还可以 但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 因为它有时候会有左右不对称的问题 所以端看个人自己遇到的那个布料跟款式 那我们需要一个小缎带 小缎带就是要来做上面这个吊饰的地方 那今天青丝有使用猪链 猪链来做 猪链然后因为它是狗狗嘛 那我就很刻意的帮它加了一个小铃铛 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它穿过去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把这个 套过我们风华的这个蝴蝶姐 你的作品就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完成 这样是不是有一个初步完成 OK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制作这一个 那当然另外还需要一点棉花 棉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主角之一 我们需要用到棉花 那我们现在开始制作 那第一件事情呢 因为觉得布料这个东西 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善用 所以青丝尽量选择边边角角 你看我就选择这个角角的 因为我这样耗用掉了 其他一些小碎布的量就变少 好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块布剪下来 这只狗狗剪下来 因为我们要用到 然后因为我们需要留缝份 所以那个边边至少都要留一公分 因为等一下多的还可以修掉 好我把它剪下来了 我现场剪给各位看 就是这样子剪下来 狗狗很可爱 就这样子 然后外放这个都要外放大概一公分 0.5公分也OK啦 不见得就是一定要一公分 但是为什么要外放 因为我们等一下缝份缝上去的时候 就很需要那个空间 好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我们不可能正面这样子 折下去缝它嘛 不可能我们有没有本事 所以我们等一下是要这样子贴着缝 把正面然后图 因为这个印刷上还可以看得到那个身形 所以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先把我们的断带对折 断带对折 因为我们要吊饰先挂上去 吊饰为什么要先挂上去 因为我们很有可能在缝缝缝缝缝的过程中 自己不记得放这个缝带上去 缝带的长短随个人所留 随个人留 然后我们先把它对折 把缝带对折之后 先缝上去 为什么要缝上去 我刚才讲了 预先先做一个 把它固定的动作 等一下你在缝的过程中 就不会忘记把它缝上去 不然真的会忘记 因为青年经常会忘记把它缝上去 我就打结剪线 那我就先把这个吊饰先固定好 这吊饰固定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那边忘记了 然后我就说 我的吊饰忘了 然后就后来在那边补墙很麻烦 所以我现在先把它挂上去 然后挂上去的时候 一个小技巧就是 这个圈圈朝下 多余的朝上 这等一下后面可以剪 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等一下翻过来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挂着 有没有 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样挂着 所以它就是朝下这样固定 好 那再来把布叠上去 把布叠上去 我们要开始缝了 那缝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技巧 因为这只狗狗啊 它的底部是平整的 所以我把反口留在这个位置 反口留在这下面这个位置 那如果别 你的作品 其他作品像扇子啊 依扇子来讲 好 我拿扇子给各位看 依扇子来讲啊 你的弧度是我们里面 要反口之后 要收缝的时候 最难收的 所以我们要留在这种直线的地方 这是小技巧 那希望各位能够透过这样的学习 顺便一起学一下 所以呢 这个的反口 因为它是平的 我把它留在底部这个位置 好 那我们就开始入针去缝哦 那这个你说要使用裁缝车 可以缝吗 可以 只是说因为它有一些 转折点太多的时候 你自己要很小心 然后呢 你使用平针缝 回针缝 都可以 它可以制作不同的 它可以使用不同的缝法 来缝制你的作品 好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因为 它的像这个位置的 菱角还蛮多的 菱菱角角还蛮多的 所以轻就是 尽量以扫针的方式去带 那带的时候 顺便要把线拉紧 因为你拉紧了 你的作品才会比较漂亮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样子的缝制法 好 有没有看到 就是沿着那个线 你可以多沿一点 也可以那个 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沿着那条线 正线的线上缝 也可以线外放一点点缝 这个区块就要看 个人自己喜欢的 的那个 比如说你想让它 大一点点 你可以沿着外围缝 你想让它小一点点呢 你可以直接就缝在 那个线上 或者是内缩 因为其实 每一个人的布花色的 那个图案大小不一样 如果你图案太大的话 实际上就是可以建议 内缩下来缝 那你如果图案太小的时候啊 就可以沿着那个 边边线 好给各位看一下 可以沿着那个 边边线的外围 外围再多放一点 有没有 清潮这边多放了一点点 那另外这个是没有 这个是没有多放的 这个是刚刚好 缝到线 有没有 这里缝到那个线 所以其实是 依个人的喜好来运用 好 那我们就继续缝哦 因为要把它缝完 我们才能够 将作品完成 好继续缝 那我们缝到缝带的地方呢 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 那个地方要用回针 为什么缝带的地方要用回针 因为缝带是我们最容易在 在使用过程中最容易拉扯的 那你只要一拉扯呢 你的这个地方脱掉的话 你这个整个饰品就有可能会就掉了 找不到了 对 所以呢 我们就是在那个点的地方 多缝一个回针 用回针缝的方式 去减少我们缝纫的问题 因为你如果填不好就掉了 好 那清其实一直在加紧脚步 好 那其实也快缝到了啦 因为我把它定位在五分钟的小时光课程里面 是因为它真的是很简单 而且其实依照个人所喜欢的作品的外框不一样 它的缝法其实反而有时候会更快 因为清这一个作品其实有点凌凌缴缴的啦 就是它缴缴这些地方有点凌凌缴缴的 所以它缝的时间会变得比较长 好 那我现在就是缝 好 那我现在要留缝口 如果不留缝口我等一下翻不过来 那留缝口的时候我先可以不剪掉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已经缝到这里 这是缝口 那我先可以不剪掉 但是我这个地方还是要做一个回针缝 就是可以看得到 再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子的下针 回来 这样一个回针缝 有看到一个回针的效果 好 把它拉过来 好 我也做一个回针动作了 这边有一个回针够一顿 但是这顿就是回针的动作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回针的动作呢 因为在这个回针的动作过程中啊 你可以预防你等一下在翻步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直接脱开了 很混乱 好 那再来就是沿着边边去剪 剪那个牙口 那像清有时候像这样剪啊 我用我现在是用那个锯齿剪 那我剪用锯齿剪剪牙口的时候 它其实只是能够做大地方的牙口修饰而已 等一下小地方我们还是要回来 小地方我们等一下还是要回来 我把线剪掉了 没关系 好 我把多余的部分剪掉 那剪掉之后 我们还是有一些地方还是要处理哦 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转角 大转角的地方要剪一刀 大转角的地方 都要剪一下 为什么要剪一下 因为你等一下翻的时候 布才不会卡在那里 这些地方都要稍微剪一下 好 那我稍微做个记号 让各位看一下 我剪大牙口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剪 这个地方要剪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翻布的时候 它会影响你的整体 有没有看到这几个点 我用那个奇异笔点的地方 都是要在剪牙口的地方 因为这样子它可以预防 你在翻布的时候 它的整体上会比较完整一点 好 那因为轻钢还不小心 在剪的时候 把我的线给剪掉了 所以即便已经缝完这个位置 我还是要再做一个补墙 不然我等一下收缝的时候 会出问题 好 我现在把它补完了 补墙完了 那底部实在也留太多 我把它修掉 底部留太多 我把它修掉 好 修掉 那脚脚也稍微倒一下 因为脚脚倒了 它会让你等一下在翻的时候 会变得比较平整一点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做 翻面的动作了 翻面的动作 翻面 我刚才反口留在这里 对不对 好 做翻面 那不太好 因为我选的这个 这个作品呢 它不太好翻 所以呢 这个脚脚要修掉 不然你等一下会皱着 它耳朵的尖角 要修掉 因为它等一下会皱着 你翻过去的时候 因为这个空间已经够小了 这个地方的布料太多的话 它就会卡在那边 然后那个耳朵就这样 背肥的 然后翻不出它的立体度来 所以这个小技巧还是要去学一下 那我们因为作品小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翻 好 我实际上已经把它翻过来了 把它调一下 调一下 好 调过来了 那调过来之后呢 就是把它 把这些利用小帮手啊 把这个脚脚就撑出来 然后我把正面给大家看 你看我不要 我必须要把它耳朵撑起来 它的立体度才会有 有没有 立体度出来了 耳朵的立体度出来了 看到了吗 耳朵的立体度出来了 然后呢 它的身形 沿着这个我们缝分的边边 就这样把它撑开来 把它撑开 撑开 两边都要哦 它的所有整体的 那个所有线条 都要把它撑开 因为你撑开了才会漂亮 好 把它撑开 那你如果觉得说 撑开好像还是不太多平整 有没有不太平整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用我们手上的针来挑 可以用手上的针 用挑的 把那个布料挑出来 把它挑出来 立体度会撑出来 把布料挑出来 有没有 脚脚的部分就稍微出来了 然后这边也一样哦 可以挑哦 用挑的方式把 多余的 把那个 塞在里面没有出来的布 把它挑一下 立体度有出来了 对不对 那狗狗变可爱了 好 那我们来塞棉花咯 塞棉花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一支针 因为我们针当时是留在里面 要把针收出来 把针 收出来外面 收出来外面 有没有 把针收出来外面这里 OK好 那我们要里面塞棉花 那塞棉花的时候 你可以预先 先把这个先折进去 因为它不会 开口卡卡的 你先把它折进去 你可以很确定说 你这一支狗狗的 立体度就是这样 那你等一下有一个 这边有个线条弧度了 你等一下在收 长针缝的时候 就会变快 好 那我们就开始塞棉花咯 棉花塞进去 小帮手帮忙 塞棉花呢 因为我们的耳朵跟脸的地方 是最容易 没有塞到 所以我们 优先要照顾它 要先把那个地方先 先塞够了之后 再来塞身体主体的地方 因为这种东西 小 所以你 一定要把棉花分开来塞 不要一大团塞进去 因为第一个难塞 第二个它立体度会不见 所以呢 就是各位要去注意这个小技巧 所以就把它的棉花塞进去 然后你看 这个角角这个地方 最容易不小心没弄到 所以塞进去之后 我们把棉花先塞进去 塞进去的时候 就开始要把棉花往这里调过去 把角角补进去 另外这边也要补 因为你有透过这样的补的动作 你那个角角的 边边角角才会每个都有塞到 好我现在都塞得差不多了 那我现在就长针缝 那没有学过长针缝的人 就这一次跟着清一起来 长针缝就是 好我现在在上方这个布 缝一针 缝一针之后啊 我都会用这种方式 把多余多出来的棉花压进去 然后再来下面这块布 再挑一针 用挑的 然后再来上面这一块布 也再挑一针 好大家可以看 因为透过影片 有时候会比我们在看那个 照片的效果来的好一点 好那我现在挑完下面 要挑上面 好挑完上面再挑下面 这叫长针缝 那它很厉害就是说 它透过这种长的方式啊 它可以把那个线完全 就是不会显露在布的表面 表面是看不到线的 那实际上缝起的效果是很棒的 只是说就是麻烦一点 它一针一针挑 那清有时候也会偷工啊 一次走针走好几针 那是端看个人 好那我现在已经把它缝到 我觉得OK的地方了 那我现在要打结剪线 打结剪线 打结压 拉 好我打完结了 我再缝一针把线尾藏在主体里面 剪线 OK 好那我这个作品完成了 有没有很可爱的狗狗 非常可爱的一只 笔笔的狗狗 好那我刚才有提到说 我们这一次是用猪链 猪链上面有套了一个铃铛 那猪链呢就把这蝴蝶姐压开 把猪链穿过去 好再把猪链套过去 我们的主体 这个钩子 猪链的钩子 这个可以使用耳机吊饰的那种 那个手机筒筒 或者是说使用这种猪链 都可以这样制作一个作品 那你看实际上 亲真的是还花蛮多时间的 但是因为说 我在制作过程中 就是边做边跟各位讲这些制作法 所以实际上 你会觉得时间花很多 那如果没有这样子慢慢仔细讲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专心去缝它的时候 你所花的时间其实并不会很多 但是呢 它能够制作出来的效果很棒 各位有没有都看了以后就很想说 我也要来做一个 就是希望各位能够愿意去动手去做它 那这样子亲的分享才有意义 那使用不同的布料 大家都看得到了 这一块这样子的布料 我可以取图很多只狗狗 有没有 还有这边还有一只米色的 都还没有完成它 那每一种狗有它自己的特性 那也不只是狗 包括说你所看到的 有些小动物 像狐狸啊 像刺猬啊 然后都是现在目前很夯的一些 很有名的布 那各位可以依照自己所喜欢 包括说我们有一些布 它的那个花 花朵的花色漂亮又美丽 那很多都是布料在选购上 都是大家 为什么会一眼看到它 就想入手的那个美丽 那大家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呢 透过那个美部的方式呢 来完成一个小吊饰 其实就是它有独特的特性 你看这样子的作品不是很可爱 然后又觉得说 如果这个佩戴在你的包包啦 或者是你的书包啦 或者给孩子们使用的时候 应该都是大受欢迎的 好那今天呢 青的星云草工作室呢 五分钟小时光教室第五堂 教各位制作 每部小吊饰呢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又很可爱的 那希望各位能够透过手作 去增加自己的布料的一个效益 你看 这样子不是就是完美的作品吗 因为这是你自己做的 而且它很有它的独特性 那希望今天这堂课 各位能够手作愉快 也希望各位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手作呢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多彩多姿 好了 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